南山和尚 南山的和尚有两名弟子 有两个弟子 一天他大弟子外出化园 出去化园 他人家化园给他一旦的仙桃 他挑回了自己的寺庙 非常乐滋滋的忘回感 经过李家庄的时候 他的内吉 大弟子内吉 他就把那个桃子一放 赶紧跑去找卫生间去了 回来的时候 看见一大群人 在树下吃桃子 大弟子就大喊了 那是我的桃子 你们不许吃 听到他一声叫喊 所有的人轰一下 全部跑掉了 回到寺里 大弟子向南山和尚抱怨说 李家庄的人太可饿了 居然偷吃桃子 南山和尚慈善地笑地说 不要怪他们 佛祖保佑他们平安吧 你看看 大法师的心量 过了一阵子 两位弟子呢 又下山去化园 不小心 不小心摔伤了腿 倒在了李家庄的村口 村民发现了 就把两个弟子 抬回家中 还请来医生 给他们两个弟子治疗 伤好之后 两个弟子回到寺里 把经过告诉了 南山和尚 南山和尚笑了 他问大弟子 你现在还说 李家庄的人可饿吗 大弟子挠着头说 上次听可饿 这次很友善 找理由啊 南山和尚说 大善大恶的人 毕竟是少数 大多数人 都和李家庄的村民一样 是一些普通的人 既有小善 也有一些小恶 你给他一个善的机会 他就表现为善 你给他一个恶的契机 他就表现为恶 所以说恶要原谅 善要引导 你把一袋子桃子 丢在树下 不管你还能怪别人偷吃吗 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 你敬朱者赤 敬木者黑 每个人身上都有一点缺点 你天天让他跟恶的人在一起 恶的行为在一起 他一定会变得很恶 如果一个人整天跟学博人在一起 天天烧香拜佛念经 他一定会成为一个菩萨的继承人 那